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我 這次我們去泥沖 主要有這四輛巴士都可以去到這個站 巴士站旁邊就有指示牌 我們就跟著指示牌走 話說我好像剪片都熟手了 連續兩個星期都有片 入了村後,一路沿左邊走 拍得很震,我已經盡量剪輯片 讓大家看得不太辛苦 村過閘位,就入紅樹林小徑了 紅樹林生長在鹹淡水的郊界 是生態重要的資源 近年因為很多建設或污染 令香港的紅樹林逐漸地消失 沿路的視角幾乎被樹林遮擋 走到這個位置簡直是豁然開朗 就看到我們的目的地泥沖了 在斷橋拍照,孤子仁非常美 在斷橋拍照,孤子仁非常美 它的側巾和上面都有很多個石蠔 石蠔是體型比較小的雙背類 它可以將海水裡的有毒物質 儲存在身體內,令海水更加乾淨 在斷橋石灘的左邊 就有一條紅木欄杆 意外地和周圍的景色夾得很好看 我大概在這位置拍照,360度的全景給大家看 可能剛才大家都看到的,欄杆在前面 還有一個小碼頭 很少看到草生得這麼近海灘 在這位置看過左邊已經很清楚看到白鮮嶺 其實在前面還有一個正規的碼頭 但那邊人比較多 我比較喜歡在小人的位置拍照 紅牆家拍攝的效果 下條影片再教大家 但先離身後,我也不知道下條影片什麼時候有 拍過一個星期 這次的泥沖之行,我都很滿意 風景很漂亮,海水很乾淨 在石灘就有些垃圾了 希望大家交由打卡之餘 也可以多點了解和愛護生態 這次除了有禮拜片之外,還加了一個小提示 特別想提醒果皮雖然可以製作酵素或肥料 但過程是需要添加製作的 直接把果皮放在膠外分解的過程是很長的 而且更加有機會影響生態 影片的分享就是這樣 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請你說來 點讚